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最后一个星期五 那大家都知道 现在美国的股市已经连续下跌了八天了 这是一个最长的一次 然后大幅的波动是在所难免 所以我们讲股市风云起 盈亏路云行 大家不要赔钱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它 股市里面的东西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新闻电视网络太多了 大家都知道 全部怎么样 Hillary怎么样 随上又会怎么样 随下又会怎么样 整的来说 反正就是有对股市会造成很大的波动 所以那个我们就不分析了 我们来回过头来看看股市究竟会怎么走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和人家讲 和大家讲 美国总统大学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操作 我们今天集中来讲这个事情 就是说盈亏路云行 那我们先回顾一下 我们9月份讲的 大家看看 我们9月份讲的这个 这个走势 我们说它说有 它说有3%到6的回调 当时在这里我们分析说 有可能来2073 22100 这是我们在9月底做的一个分析 我们的电视里面有 那我们再回顾一个 我们在10月14号 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判断 很重要的分析 什么分析呢 有一个报告说 1987年10月7号股市崩盘 这黑色的星期一 S&P500 倒群 倒群大跌了22% 然后S&P500也暴跌 从这里 掉到这里 在10月19号 那现在我们2016年的10月7号 也是一样的 它的结论是 有可能会掉 有可能会大掉 这是10月14号 大家记得 我们做的电视节目里面有 我们当时讲 已经掉下来了 有可能就会下去 这是我们前两次 前两个星期讲的东西 那我们再看今天 好 大家看看 现在真的下来了 现在已经跌破了2100 跌破了2100 那我们的事 看到S&P500 它为什么会掉下来 就是和赫利肥兔有关系 那大家看看我们这些了 这是一个支撑点 我们在两个星期以前讲的也是一样 在这里2070 今天最低的到了2080左右 那这里是一个赫利肥兔区 这里是一个赫利肥兔区 所以它现在已经掉下来了 这是总统大学院的 Hillary的电邮门的直接的反应 那会不会来这里呢 就是2050 机会非常大 我们为什么讲和赫利肥兔区呢 就是说 从这边 涨上去的时候 它就一定会回到这里 一定会回到这里 买单 什么地方有买单 它就会 回到什么地方 原因就是 有投资者 有股票 有股票 它要赚钱 它一定要卖掉 一定要卖掉 它就要抛售 所以这个区域 就是赫利肥兔区域 如果跌破2050的话 那这个赫利肥兔区就很大了 那就是2000点 这一块 也就是说 从这边涨上去的投资者 他如果想跑的话 他如果想把钱拿到 拿到自己的口袋的时候 他要抛售的时候 这个时候 股价就掉下来了 所以现在就是两个赫利肥兔区 赫利肥兔区的概念 是我创造发明的 它不同于一般的支撑和阻力 是这样 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我们再看下面 这个就长一点了 也是赫利肥兔的分析 我们也看中是 A-SMP500周期性的赫利肥兔分析 什么意思 2000年高科技 从这边冲上去 大家有做过就知道 没做过的就不知道 我是亲身经历 而且反败为胜 因为他在这边冲上去 你要抄底 才能够赚回来 那抄底的时候 你在这里抄 就赔了很多 然后他掉到这边 为什么会从这边 掉到这边掉50%呢 大家看看 就是这边停在 从这边冲上去的买单 到这边全部获利回托完成 那整个掉了50% 这是2000年高科技泡沫的崩盘 08年开始 2000年以后又一步上涨 然后涨到08年 金融为期 从这边涨上去 大家看看 是不是很有规律 掉50%又回下来 这一次比他更多 为什么会掉到下面来一点呢 又超过他呢 就是因为这里的买单 他抛售完成了 所以也是金融危机的崩盘 这里也是一个贺利匪徒的 也就是说 从这边进场的 全部都走掉了 再加上这边进场的还有一点点 他也走掉了 好了 大家看看 2000年崩盘 到08年 这边 8年的时间 他的周期就是8年的时间 然后现在刚刚好 08年 这边这一次涨上去 08年 刚好也是8年 2016年 现在我们刚才看到了 已经掉下来了 但是掉下来 很少啊 看见没有 如果按照这样的大幅波动 他应该到哪里 大家看看 赫利匪徒 一定会来这里 从这边 首先是这一波 这个是2000年左右 2000年左右 然后2000点 1950 然后这下来 整个这一块 全部是处于赫利匪徒的区域 所以说 大家要注意 如果真的是周期性的爆发 整统大选 如果大幅的回调的话 我建议大家 千万不要在中头去结这个单 一定要等一等 等回落 一定的数量 百分比的时候 才能进场 现在多少的百分比呢 一般说是5%到10 5%就是2000点 从现在的价位 掉5%就是2000点 掉10%呢 就是1950 那还有专家讲 同样的会下跌50% 如果掉50%呢 就来到了2000点吧 就来到1000点 当然 我不太相信 这个5% 这个比例 但是 从历史的规律来看 从赫利匪徒的规律来看 那它会是 会跌下去 好的 那我们再看看 怎么操作 我们今天就要讲讲 真的怎么操作 美国 现在美股两大核弹来袭 那就是总统大选 和11月8号的假期 股市 会不会像我们刚才讲的 会不会大幅回落 如何操作 这就是对每一个投资者的一个 真本事的一个考虑 一个大家的一个实际经验的检测 那我们分两步讲 一般而言 现在我们在这个情况 一般会出现假突破 什么叫假突破呢 那就是 在高位 在高位 如果出好消息 那它可能开高走低 就是说 开高走低叫好消息 如果在高位 出坏消息的话 一般是掉的 一般出好消息的话 在高位 那一般会开高走低 把你骗进去 这是一般的规律 这叫假突破 如果在低位 出坏消息 可能是开低走高 什么意思 我们就按这个具体的例子来讲 现在已经大幅回落到 2080左右 今天有一点点反弹 那也说是低位 如果总统大选 再出坏消息 可能它会开低 往下面走 走了以后马上反弹 马上反弹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具体操作 要根据这两个情况 我们实际操作 就要看情况了 我建议大家 整统大选这一天 大家最好清差 或者留一半差 观望等待 第二个方式 就是顺势止损 什么意思 对确的 就仅仅是一天两天 什么叫顺势止损呢 以这个为例 现在我们已经大幅回调了 在第一位 它出了坏消息 或者是 坏消息 所谓坏消息就是 圈普单写 还是怎么样 它一开低 你就做空 顺势做空 但是这个一定要止损 一定要止损 顺势做空以后 我觉得仅仅是一个对确的问题 就当天交易完成问题 不要持有 它一开低 你可以马上破位 马上做空 它可能很快反弹 所以你要做的话 一定是要止损 也就对确 或者是 意识止损 什么意思 如果它一开低 你等待机会 抄底 它往下面走 你一抄底 然后同样是止损 这样的抄底 因为它本身在低位 本身在低位 然后 它一开低往下走 那你一抄底 那这个你可以看着 你可以多摆两天 我们叫做weekly trading weekly trading 你可以多摆两三天 大概我们就是讲 实际操作 就是这个概念 大家体会一下 时间蛮紧的 我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开这个班 然后教人家 教大家怎么样操作 特别是 整整整大选区间 有什么咨询的话 加我的微信 通过微信咨询我 好的 谢谢大家 Good luck 希望大家利用总统大选 大赚一票 我们总统大选再见 谢谢 再见 小观众